咋了 道哥 有点醋疼 你 你先看着他 我去多种看着你 行 你老了的 他们吃香了喝辣了 让我在这儿看着这屋子 人走了 你咋又被抓来了 我是故意的 小鬼子要为御前山 你赶紧通知小分队 消息可靠吗 我听小鬼子亲口说的 行 那我知道了 我得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这座山伙是要要你命啊 没关系 传递情报要紧 可是 说好的介绍信 小姐 有什么 道哥 啥呀这是 拿我来 不是 这什么事 你给我拿我来 我看 你他身上搜的这 这东西把兜子 你先起来 写了啥呀这是 这可能写给五大牙的信 咱可不能让虎爷看见是吧 我就把他烧了 回来 别别别 拿我 你烧他干吗 我咱得拿这给虎爷用啊 这大牙 抓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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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 进来去了 走啦 走啦 来 快点儿 你给我看着呢 我把这个虎爷拿回去 行 站在来 站在来 没事吧 没事 都怪我要什么介绍信啊 这这 快退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赶紧想办法 把情报传递给小分队 那你怎么办 我没事 赵子兰肯定会来救我的 反正留在这儿 挨打少不了他 你要撑住啊 放心吧 我扛得住 好 快休息一会儿吧 安法 你能把我缉ует吗 可是这是攻打温泊山哪 咱得有家伙事 人们有问题 要多少又多少 不是 ��터 都不成问题 可这武器呢 枪呢 我这里只有村长 配过的一把手枪 你说你不能让他们 带着匾单去攻打防护栈吧 只要有人就行 交货社的问题 我自己想办法 你有办法 卫大哥 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吧 这一次 你一定要帮妹妹这个忙 行 这个忙我帮定了 我呢 现在就去城门 然后带着人去找你 谢谢卫大哥 这几个字啥意思 没啥意思 你不是马云山 你叫林博英 这童是童志吧 据我所知 就是好像只有共产党才会交通 他娘子就是那被通缉的共产党吧 我说坐山虎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我要是共产党的话 我们家子兰会收留我 还给我搞一个公开的欢迎宴会 你这想啥呢这是 你要不是共产党 你这事啊 拿信的时候 你为什么那么紧 你就是这个林博 随你怎么想 反正我不是 你就不怕我告诉村上吗 你知道我告诉村上结果是什么吗 别逗了 你们整个卧虎山上的人 全在通缉令上 你的人还没进线兵队 就被打成筛子了 还在这里威胁我 作战虎 你多大了 还玩这种幼稚的把戏 你说你丢不丢人啊你 你说这话你气死我了你知道吗 给我拉下去 往死了打 是 大客战的赵老板 鬼客呀 见过九爷 小女子今天来是有事相求 不认识 赵老板还有办不了的事 真是稀奇 说吧 我听听 长枪五十 短枪二十 送客 这卖卖 我不做 九爷 您就不想听听价钱吗 钱再多 也得有命化 这枪 可是金品 撕藏一颗子弹 都得掉脑袋 何况 这么多的枪 那是对于别人 对于九爷来说 这可是小菜一碟 赵老板果然伶牙离职 对不起 我还是不能同意 宋客 请 九爷 三年前 乌鸦领下 发生过一件事 您应该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 但是这事 你可得考虑清楚了 我马舅的人情 可不是这么不值钱 为了一个陌生人 知道吗 您知道了 这哈城 有我马舅不知道的事吗 我只问你一句 当初丫头答应你三次人情 你真的 要用掉一次吗 我考虑得很清楚 我的男人 我必须救 好 两个中途以后 城外大松树林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多谢九爷 告辞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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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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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能不能小点声喊啊 你招魂闹 我还没死呢 老爷 来来来 不是 老爷你 我今天跟着赵子兰 发现他去找魏老财去了 找魏老财咋啦 那您听我说呀 那之前马明山不是被抓了吗 那之后啊 赵子兰就心急火烈地 去找魏老财了 我就琢磨着 这是班旧兵去了 你看他在他家里啊 坐了没一会儿就出来了 那你说这种情况 我必须得跟着呀 我就一路跟 一路跟 发现他去找马久了 找马久跟啥 那你看跟黑市老大做的买卖 那都见不得光他 那你去赵子兰找他 能买什么东西啊 你这里边肯定有事啊 赵子兰肯定是找人 就马明山去的 你看 我要的 不是 马明山死了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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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办法了吗 放心吧 都办妥了 有消息就行 你有把握吗 西城吧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丫头别瞎操心了 听天有命吧 这着急忙慌的 又去哪儿发财呀 我现在没空搭理你 干啥干啥去 我难得来一趟 不请我进去坐坐 我说你听不懂这话呀 我这有事呢 什么事 你自己的事 还是赵子兰的事 怎么搞得神神秘秘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吧 这样你说出来 我可以帮忙 你帮不上 就是再大的事 你也帮不上忙 我帮不上忙 大佐阁下也帮不上忙吗 要是赵子兰的事 大佐阁下一准愿意帮忙 大佐阁下 魏老财 有些事情该管的管 不该管的 别瞎管 听你的意思 你要到村上那儿 就告我的黑状 不会的 咱俩是老朋友 我怎么会呢 不过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 不会说假话 要是我说漏了 到时候你可别怪我 赵子兰去马九那儿了 这事你肯定知道 要是让大佐阁下知道了 脱不了干系 吃不了兜着走 你不是有七成把握吗 那七成在哪儿呢 老板 老板 要不我到魏老板家去看看 离五十不远了 再不去 没准坐珊瑚 真把那小子都堕了 就是 不能再等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 带好家伙 跟我走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你去了就是添乱 在家老师待着 我 老板 去这儿 这儿 这儿 来 来 现在可以 请我进去喝个茶去去救了 让我去 一个下人 不看好自己的老爷 出去干什么 外面可是多事之秋 小心你的命 老板 见好就收吧 我给你面子 你别不给我面子 你是不是在不许脱药 你是不是在不许脱药 没老财 我这是在帮你 说不定以后你还会泄伙呢 你想把事情做去 没老财 我劝你要识时务 大左阁下 可不光我这么一个眼睛 有些事情 要是他不满你的话 你的一切都没 再说 出事的又不是你家的人 还要是死 难道对我们不好吗 陈老爷 我今儿把话给你听了 赵子兰这个忙 我必须得 再怎么说 马明山也是我兄弟 你不仁 我不能为你 我不能见死不救 回忆 戴 戴上弟兄们 上莫护山